哎 柜子里有衣服 自己去拿 你这衣服 老师 这件衣服是在这儿的 你这衣服 老师 这件衣服是在你衣柜里找到的 原来老师也喜欢千语全巡 真是没看出来 我不喜欢幼稚的东西 幼稚 这部电影可是神子啊 那是多少人的回忆啊 千语与白龙 牵手飞上天使 眼泪在空中逆流成泪珠 老师 你就没有感觉吗 没有 我不喜欢动画 更不用说虚构的世界了 难道你没有童年吗 虚构有什么不好的 你也不喜欢 年纪也不小 还喜欢这也对 想到一部分的小孩吗 我就是喜欢漫画 走开 你那不是喜欢 是沉迷 这些东西根本就是精神鸦片 你想拿回去 你还给我 人生在世 总要有一两个桃源 想安慰自己的吧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就算是逃避再久 终有一日要回到现实了 那是你的生活方式 人总是要有梦想的 万一见鬼了呢 就比如说我 我追到你这件事情 看起来遥不可及 可万一有生之年实现了呢 对 有生之年 老师是在嘲笑我白日做梦 觉得我幼稚 觉得我好笑 可是老师也在看格林童话呀 你 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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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我 你怎么把你偷破二楼啊 我把你偷破了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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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书籍和摆设 但每次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就会进去 里面的东西对你很重要吗 喂 老板 那个裴小爷又打来了 说他朋友已经失联超过二十四小时了 要告我们非法用功 知道了 临时有个出差任务 什么都不用带 明天立刻动身 临时出差 很勉强吗 不勉强 不勉强 一点都不勉强 能陪你二十四小时工作 我求之不得 台нет 台湾